改编一直是很多影视剧绕不开的话题 尤其是在历史记录较短的韩剧 一些特定题材撞车在所难免 这样不同的演员塑造同一个角色 演技谁差谁尴尬 不过也有一些演员通过不同的性格塑造 跨过了前辈的大山 给观众呈现了不一样的体验 选兵孙玉珍主演的爱的迫将 2019年底播出后直接引发一波追剧热潮 是今年现象级韩剧代表 更于今年改编为同名音乐剧 而其中一位饰演李珍贺的演员 就是韩剧迷你剧都很熟悉的小迷糊李奎总 同样值得期待 今天课代表盘点了起组 韩星演同个角色爱的迫将李奎总和选兵 李珍贺好不一样 9号衣袖中的李酸在选兵李瑞珍的精彩塑造下 走出了自己的路 韩星演同个角色爱的迫将李珍贺李奎总和选兵 选别在爱的迫将里饰演的比韩军官李珍贺 是不少韩剧剧迷心中最帅的韩剧男主 经常霸气保护势力 对势力也十分温柔 还会时不时展现傲娇反叉蒙美丽爆棚 而音乐剧版的李珍贺由李奎总出演 虽然和选兵的氛围不太一样 但很有李奎总自己的风格 李奎总日前也在采访中表示 爱的迫将在海内外都很火 选兵前辈诠释的李珍贺也很鲜活立体 因此诠释音乐剧决策多少会感到有压力 但其实音乐剧和电视剧呈现的形式不同 所以李奎总觉得自己能发挥出不同于原作独特的演技魅力 李奎总所饰演的李珍贺与选兵版的气质很不一样 外形看起来有种刚柔并激的感觉 并没有违和感 也让李珍贺这个角色染上了属于自己的色彩 而音乐剧也环游了很多电视剧的经典名唱面 像是李珍贺姐就迫将在北韩的市里 说市里是自己的未婚妻 体质灯在黑暗中掌握势力等 都能让观众看得很有兴致 韩星同歌角色爱得迫将剧成郡金正贤和李银梗 音乐剧爱得迫将男儿剧成郡则是由李银梗出演 李银梗和电视剧版的金正贤美目间有气氛相向 也都很适合剧成郡风流倜傥却只对一个人神情的形象 韩星演同歌角色李蒜李俊浩李日正和选宾 李俊浩和选宾都演过李蒜 朝鲜帝王李蒜一生波澜壮阔 人生经历十分精彩 有很多韩剧韩星韩影都喜欢以李蒜为主角 而今年最红的李蒜绝对就是衣袖红香编里的李俊浩 衣袖剧中着重于李蒜的世尊史记 李俊浩演出了李蒜年轻时 对国家的抱负与霸气获得网上高度赞赏 不过说到李蒜 很多人还都会瞄想到李锐震 李锐震于2007年主演史剧李蒜 该就从李蒜的小孩时期一路演刀老 完整交代了李蒜的一生 剧集播出后大受欢迎 最高收视创下38.6%的成绩 让李蒜成为李锐震的人生角色 超级惊变 选宾则在电影逆龄 刺亡威城演过李蒜 这部电影以李蒜刚即位的第一年尾背景 讲述李蒜遭到暗杀威胁后24小时内发生的故事 片中选宾和饰演英祖鸡飞的蠢真王后的韩志文 以及饰演杀手的曹征械 都有很精彩的对手戏 也能看到选宾少见的古装形象 还新演同个角色 环魂 洛瘦 挺昭明和高允珍 挺昭明和高允珍都在环魂里所释演洛瘦 环魂第一集剧情讲述天下第一杀手洛瘦 环魂到天下最弱体吾德后展开的故事 挺昭明所释演的吾德 但身体里是洛瘦的灵魂 因此剧中多影洛瘦的形象也出现 挺昭明在环魂中的演出收获许多好评 王傲多称赞 挺昭明又演出洛瘦身为杀手的霸气 在诸儿面前时又会转化为吾德模式 蒋风也是非常可爱 虽然因为吾德的身体素质很差 让挺昭明在剧里没有什么武打戏 但第一季结尾的动作场面仍让人看得很过瘾 高宇珍版的洛瘦在第一季只有一点点兮奋 但出场时的强大气场和锐利眼神 都演出了洛瘦的神韵 而高宇珍也揭替挺昭明主演黄魂第二季 让洛瘦回到了原本的身体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还新演同个角色 邢灵的声音赵石李光珠和成勋 采访挺昭明和鱼利 邢灵的声音是一部爆笑般感喜剧 剧中讲述了漫画家赵石和他的女友不大体面的佳人 每天上演着荒谬生活故事一共推出了两季 第一季由李光珠和挺昭明职员 第二季则改由成勋搭档少女时期的鱼利 主角大幻血 李光珠当时出演邢灵的声音 就被许多网友称赞神还原原著男主角 充满喜感的人设 很贴近李光珠的形象 而挺照明 李偶包的搞笑演技也大获好评 两人在剧里的互动爆笑又可爱 第二季则改为成勋 飾演男主角赵石 很多网友都觉得 虽然外貌帅度有提升 但李光珠的形象更适合演赵石 成勋版容易令人出戏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成勋和鱼利其实都演得不错 只能说是李光珠 真的太像赵石本人 韩信演同个角色 《疯狂理发师》 李奎炯和神成路 《甜美都》和金志贤 李奎炯今天还有另一部 音乐剧作品 音乐剧《疯狂理发师》 宣布李奎炯和神成路 《甜美都》 金志勋 邓竹燕 并于12月正式开演 《疯狂理发师》 讲述音部时指控 而被流放欧洲15年的主人公 史维尼 陶德 回到轮动后 发现轻女双双被害 决定展开复仇的故事 李奎炯和神成路 都是演理发师 史维尼·陶德 因妻子悲悯 法官开上 让陶德遭到诬陷 并流放欧洲15年 回到轮动后 陶德才发现妻子已逝 女儿更被法官囚禁着 便决定和楼下 金派店的老板娘 洛维特夫人 共谋复仇 李奎炯和神成路 都很适合 这种暗黑的造型呢 《甜美都》和金志贤 则饰演派店老板娘 洛维特夫人 因为是爱着陶德 玉套的共谋出情节 黑暗骇人的屠杀 最终爱而不得 以悲剧收场 《甜美都》和金志贤 今年才在39中合作 没想到又在音乐剧中 实验同一个角色 潮有缘 韩星演同个角色 《摇滚巴比》 曹正希 刘远寅 顶滚胜 《摇滚巴比》 是在韩国很受欢迎的音乐剧 是一部关于东德变性歌手 海德威格到美国生活 一边经历性别认痛 一边体会爱与悲哀的故事 很之前就往后发现 基因曹正希 刘远寅 丁文胜 都出演过音乐剧 《摇滚巴比》 三人都穿上女装 化大浓妆 扮相非常惊艳 曹正希 刘远寅和丁文胜 全是海德威格的风格 都不太一样 曹正希 刚中带柔 刘远寅比较美 丁文胜 则是带有点悲伤色彩 有点事